这个真的是猪肉最好吃的打开方式之一 这个是Prochetta 意大利的国宝级菜肴 翻译过来叫意式脆皮猪肉卷 看到这里 你即将和阿内克一起解锁一个非常高级的 米其林级别猪肉打开方式 大块的猪五花在猪皮上扎上小洞 针对这道菜肴 我不建议选择太肥的猪五花 因为太肥的话会过分油腻 吃起来效果反而不好 猪肉一侧从中间打开 把它开启一个像蝴蝶一样的形状 因此在西餐里面这个技巧也叫Butterfly 目的是为了增加盐斩面 腌制的时候更容易让肉入味 用海盐和奥勒岗里里外外做一个基本的研制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迷迭香和百里香 Prochetta最重要的是馅料 不同的馅料决定了不同的人做Prochetta有不同的风味 培根 菠菜 蒜泥 姜泥 还有奥勒岗 把菠菜炒软以后加入牛奶 还要放一些盐 还要加入去过边的吐司 把吐司倒成泥 还要加入松子 还有黑加仑葡萄干 这些料都是非常rich 它能极大的丰满烤猪的味道 这也是Prochetta比一般的烤猪要好吃百倍的原因 把馅料在里面抹上一层 把两边的翅膀盖起来再抹上一层 在国外的时候 我的老外朋友一遇到重大节日就会吃这个东西 这个馅料配方是我们总结下来特别棒的一个馅料配方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猪肉卷起来 绑肉我真不是专业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土办法去绑 一个一个穿到下面绑 虽然土但是效果也不错 在国外最专业的绑肉都是用卖肉的师傅去完成 这个职业也是一个非常光荣和受人尊重的职业 横着绑过来竖着也要绑 目的是为了让肉的形状更好 把外面的菠菜馅料清理干净 否则容易烤黑 表皮搓上一层海盐 能使表皮更干烤起来更脆 烤盘底部倒上水 这个是为了收集我美味的酱汁 粗暴的放上胡萝卜洋葱还有大蒜 再用一些油给猪皮外侧马沙积一下 进一步让它轻松产生脆皮 肉放在烤架上 下面放上烤盘 220度3小时让我们期待美味的酱零 烤箱如果不够大的话 你可能中间要翻一翻面 毕竟它是个圆的 得受热均匀一点 还有烤完了以后千万别急着切 醒肉20分钟 这样的话肉汁才能收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烤盘底部的酱汁收浓 用蜂蜜和黄芥末调味 别忘了拆掉绳子 一个完美的Pokehata形状就是应该像我这样工整 表皮焦脆 里面肉的纹理又特别漂亮 切开里面还需要有非常丰富的馅料 简简单单装个盘 淋上酱汁 今天的晚餐带太老啊 注意脆皮猪的最佳温度并不是很烫的时候去吃 而是在一个合适的温热状态 无论是益式脆皮猪还是广式脆皮烧肉都是这样 太好吃了 这就是最正宗的益式Pokehata 今天的教程这么详细 记得双击过年过节的时候给家人露一首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记得多在家做 少吃外卖